上週六 美國全國共和黨聯盟聯合會通過決議 呼籲國會及各州通過立法譴責和制止中共活摘器官 並監督國務院禁止向活摘器官參與者提供簽證 同時 決議案還要求中共立即釋放所有法輪功學員和其他良心犯 決議指出 法輪功是以真 善 忍 價值觀為中心的氣功修煉法 曾在九十年代廣受中國大眾歡迎 但自一九九九年後 中共發動密集迫害 致使數十萬法輪功學員遭到法外拘留與酷刑虐待 此外 二零零六年的一項獨立調查報告 曝光了中共為謀取暴力 活摘良心犯及法輪功學員的器官 提出決議案的加州共和黨聯盟索拉諾縣主席瑞斯 曾在2018年提出類似決議 並獲得加州的聯盟成員全體通過 他認為 美國已經到了拐點時刻 需要共同行動和參與起來制止中共的惡行 新唐人記者李佳音 劉飛 洛杉磯采訪報導 要點擊一下 您的目標 要點擊一下 您有什麼佔話